菜花布下陷阱,小石头会走出去吗? 哈喽,欢迎收看燕球生计第59集 一番折腾后,菜花疲惫的睡着了 天亮了,小石头伸了身懒腰 好无聊啊,要干嘛才好呢? 这么早了,先出去溜达咤得吃的吧 小石头刚走出来,就被牢笼给锁住了 他拼命的挣扎 滴滴滴,羊羊过后一声巨响 小石头坠入了深坑 这时候,我和菜花都同时听到了巨响 我问菜花什么情况 菜花说,跟我来吧 小石头又想偷跑出来 我们赶到现场,这里已经破烂不堪 还炸出了那么大的深坑 小石头气爽叙叙的爬了上来,非常的生气 是不是你们整的 菜花故作无辜,我也只好跟随 好了好了小石头,没事就好了 今天菜花要带我们去一个神圣的地方修炼 一起走吧 小石头的气慢慢消了 菜花脸盲说道 快走吧,前面的桥通过去后就是修炼的场所了 走过去,看到好高的天梯啊 这跑上去要跑多久啊 真打你们没办法 好吧,那我们就乘坐矿车上去 于是他就从箱子里拿出一个矿车 刚放上去就跑了 菜花脸盲说道 这是一个错误的教程 放上去之后要立马坐上去 我再演示一遍给你们看 第二次菜花终于坐了上去 整个人趴在了矿车上 修的一下就消失在楼梯之中 真的很快的 小石头,我们也赶紧吧 结果小石头抢尽我一把 把最后一台矿车给拿走了 小石头连忙说道 我先行一步啦 待会我送矿车下来给你 你在这里等一下吧 好像除了这样也别误他法啦 有矿车下来了 我想坐上去的 但是矿车速度太快 根本装不住啊 经过第一次的失败 一次我终于坐了上去 来到了楼顶上 就在正中间 有个口子 这里还会不断地刷出恶灵 菜花脸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刷装备 刷道具刷复活币 想修炼你们高兴了吧 确实很不错呢 于是小石头菜花 从天亮刷到天黑 复活币捡到了好几个 一方整站 他们终于累了 决定下去收洗 点击关注 高阅以往1-58期内容 每天定期更新两期 不见不散哦